女人走在无尽黑暗中 尽管前路危机四伏 但她毅然前往 只为找回失踪的女儿 不一会儿 光明出现在黑暗的尽头 女儿果然被困在这里 可没等她高兴太久 危机就悄然降临 而一切不幸的源头 来自一个神秘的小镇 在这个偏远小镇中 有个古老悠久的传统 每逢佳节 村民们便会齐聚于广场 欢声笑语共庆佳节 几个月前 牧师贝卡带着家人迁居至此 经过十个月的传教 基督教在小镇中 收获了众多信徒 信仰之光照亮了整个小镇 今天是小镇的丰收节 一个承载着古老传统的节日 与教会活动不同 她是村民们自发组织的祈祷仪式 贝卡的宝贝女儿格雷斯 被选为今年的丰收节天使 女孩对此非常高兴 她早早便穿上了天使装 静静地等待着仪式开始 在贝卡专心给信徒孩子洗礼时 格雷斯悄悄剪下自己的一缕绣发 与彩线缠绕起来后 将织藏入铁盒中 她又将目光 转向了院中的兔子 小心翼翼地剪下其一缕毛发 此时 三个面具人站在不远处 他们静默无言 显得十分诡异 庆典即将拉开序幕 广场上人潮涌动 大家将小镇装饰的五彩斑斓 节日气氛扑面而来 格雷斯作为丰收节天使 被孩子们簇拥着 突然 广场中央传来一声惊呼 庆典高潮部分要开始了 大家高呼着无序之君 紧接着 身穿国王戏服的演员 就出现在马车上 只见他戴着威严的国王面具 手持镰刀权杖 象征着拥有驱除邪恶的力量 在其带领下 众人呼唤着恶魔甘洛贡 一个诡异身影随即出现 他戴着恐怖的红色骷髅面具 头上长着扭曲的鹿角 与他们一同走向田野 当人们来到树林巅园时 夜幕已经降临 随着国王说出最后台词 今年的驱魔仪式圆满结束 对于贝卡一家来说 这一切都充满了新奇 旁边的老人爱打 向贝卡解释 丰收节是村子流传多年的传统 虽然无人见过传说中的甘洛贡 但这些仪式 都是为了祈求来年丰收和世事平安 仪式过后 人们围绕着篝火欢舞 然而当贝卡回头时 发现女儿格雷斯不见了 他急忙询问格雷斯的好友布兰妮 小女孩却跟他说 他现在不在 可他脸上的泪水 让贝卡心中一紧 他开始在人群中 寻找女儿的下落 贝卡顺着男人所指方向 进入一片漆黑的树林中 只见格雷斯蹦蹦跳跳的 跟在甘洛贡身后 却对母亲的呼唤毫无反应 贝卡想继续追上去 没想到脚下一滑 摔下山坡 但贝卡顾不得疼痛 立刻爬起来寻找女儿 可此时 已经没有女儿的身影了 贝卡夫妇寻找了一整夜 但仍未找到女儿的踪迹 他们不得不报警 但警方的态度 令人感到困惑 他们既不去田野里寻找 也不去别人家走访 只是不断询问昨晚的情况 贝卡将那段经历 重复了十几遍 但警方却告诉他 那片树林里根本没有小路 这让他震惊不已 自己明明在那里摔了一跤 见贝卡态度如此执着 警察只能承诺 会尽全力寻找格雷斯 贝卡想起女儿的兔子还没喂 便来到院中 竟看见那三个诡异的面具人 贝卡没有想太多 抱着兔子重新回到屋内 贝卡显得焦虑不安 但警察却冷静地令人可疑 当警察试图拿走格雷斯的物品时 贝卡将他们赶出房间 他跪在女儿床边祈祷 手中紧握住孩子制作的东西 泪水止不住地滑落 就在这时 格雷斯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贝卡猛地起身 环顾四周 房间内并没有女儿的身影 但贝卡没注意到 墙上的两幅画消失不见了 很快 全镇居民一起寻找格雷斯 他们仔细搜寻着 森林里的每一个角落 静在田野上 找到格雷斯天使装的翅膀 这让贝卡的心沉入谷底 难道女儿果真遭遇不测 她不能接受这个可能 于是深入密林继续寻找 此时 警察亨利打来电话 说警方发现了新的线索 贝卡立刻掉头 向家中赶去 然而却没有注意到 旁边大树上 挂满了一缕缕头发 警方查看当天监控录像 锁定了嫌疑人 就是当天扮演甘落供的人 他手上纹身标志格外显眼 这个小镇又不大 很快就能找到他的下落 贝卡一遍又一遍地查看视频 试图将他的样貌 深深印在脑海中 贝卡不想坐以待毙 他向小镇其他人 打听这名年轻人的消息 酒吧老板恰好认识他 男人名叫纳什 他和爷爷相依为命 住在克伦威尔湾到处的农场内 但爷孙俩很少出门 听到这个消息 贝卡和丈夫立刻赶往农场 然而 农场里却空无一人 贝卡慢慢穿过仓库后 看到了一个车厢 他心中一紧 格雷斯会不会就在这里 便想要进去看看 却被那时爷爷拦住 丈夫闻讯赶来 连忙按住 那时爷爷 贝卡则趁机冲进车厢 一股恶臭扑面来 他顺着味道找去 竟发现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以及悬挂在尸体正中央的 小女孩样子的玩偶 下方还用鲜血写着几个字 他站在田野里等待着 返回途中 贝卡心情愈发沉重 虽然那不是他的女儿 但他害怕格雷斯 也会得到如此凄惨的下场 他们必须尽快找到女儿 两人回到家中 贝卡再次来到女儿房间 突然 他听到一声尖叫 声音似乎从楼下传来 他连忙来到客厅 只见格雷斯身穿一袭白衣 站在壁炉旁 他双眼被遮住 嘴里发出哭号声 一瞬间 贝卡仿佛又回到那片树林 格雷斯头也不回地走远 突然 贝卡被丈夫拉回现实 原来刚才只是一场噩梦 时间来到格雷斯失踪的第三天 他存活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但是贝卡没有放弃 他始终相信女儿还活着 贝卡找来了所有村民 拜托大家帮助他寻找女儿 有人提议 举行一场守夜祈祷 但随即就有人出来反驳 那人正是扮演国王的乔斯林 他虽然没有明说 但已经委婉地告诉贝卡 带走他女儿的不是上帝 而是恶魔甘洛贡 他正在田野里等待 说完便转身离开 贝卡被这番话弄得更加不安 可甘洛贡不只是个传说吗 尽管如此村民还是积极筹划首夜祈祷 然而他们的表情却并不像是在为失踪的格雷斯担心 反而兴致勃勃 似乎在准备一场盛会 反常现象接二连三的出现 打开的鸡蛋里 有红色胚胎 乔斯林没有扔掉鸡蛋 而是做出奇怪手势 米林则让艾达去鸡舍 拿了一些新鲜鸡蛋 老人提着竹框来到鸡舍 却在蹲下时 看到了一团诡异黑影 贝卡对此并不知情 当他发现艾达时 天空下起调泼大雨 老人好似失去神智 在街上胡言乱语着 贝卡连忙将他带回家里 艾达手里还攥着一枚鸡蛋 看艾达状态不对 贝卡让他躺到床上 然而 艾达却发出诡异笑声 天花板也在吱呀作响 老人还在胡言乱语 不停说着 他在这里 快看他 贝卡连忙为其祷告 却被艾达抓伤手臂 他顺着老人目光看去 门突然被外力关上 接着 屡白发 死死抓着发丝 嘴里不停念叨着 让一切如常 米琳也被吓住 手指不住颤抖 两人来到楼下喝茶 试图平复心中的恐惧和不安 然而贝卡并不知道 这场恐怖的谜团远未结束 米琳主动挑起话题 聊起镇里的丰收节 每年这个时候 大家都会举行一场 为期四日的盛大庆典 在此期间 一切行为 都会获得无序之主的祝福 无序狂欢后 他们便能得到神秘力量的 庇护 贝卡以为甘洛贡是恶魔 然而米琳纠正道 甘洛贡并非恶魔 而是这片土地的守护神 贝卡对此半信半疑 这不过是虚构的神话故事 但米琳坚信不疑 他说镇里出生的每一人 都听过这个传说 接着递给贝卡一本书 书中详细记载了 《无序之君与甘洛贡的故事》 在1621年 一位名叫布朗的吴旭之君 宣称与甘洛贡建立了联系 伟大神明甘洛贡许诺 会给小镇带来奇迹 而作为给甘洛贡的回报 布朗要求村民们建造一间黑骨仓 用来存放献给甘洛贡的礼物 而这些礼物 竟然就是村民们的孩子 无人知晓 他们究竟献出了多少幼小的生命 直到教会处行了 这些信仰邪教的教徒 庆典才被迫终止 甘洛贡也不见踪影 然而多年前 古老家族们又恢复了传统的庆典 但这次不再是欢迎 而是驱逐甘洛贡 尽管如此 甘洛贡每年依旧会来到小镇 并站在田野里默默等待 在12年前 乔斯林的儿子托马斯神秘失踪 就和格雷斯一样 大家搜寻了4天 却一无所获 至今就连尸体都未曾找到 突然 艾达出现在这里 不停地说着 他带走了两个孩子 还催促贝卡快去黑骨仓 艾达的声音越来越大 让贝卡心中充满恐慌 他急忙冲出屋外 刚好看到警察在附近 贝卡质问他 为何对自己隐瞒真相 12年前就有一起类似失踪案 警察却不愿多谈 他找个借口 就匆匆离开了 贝卡始终觉得 村民们对自己隐瞒了什么 于是他找到了乔斯林 贝卡怀疑乔斯林 因为失去儿子而悲痛过度 才会在庆典上 对其他孩子下手 但乔斯林否认了 他邀请贝卡进入屋内 还拿出奶茶款待他 就在乔斯林去取饼干时 贝卡注意到 墙上挂着的照片 托马斯身边站着的正是 那时 而格雷斯也是跟着 那时才失踪的 这两件事之间必有联系 贝卡向乔斯林询问 那时信息 乔斯林没有反驳 那时与两个孩子失踪 有很大关系 但他再次重申 甘洛供知道孩子下落 贝卡却不愿相信是恶魔作祟 他认定是坏人带走了孩子 乔斯林向贝卡解释 有关甘洛供的传说 不只是一个神话故事 而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当甘洛供得到满意祭品后 就会回报村民 让这里的古老家族迅速崛起 他还让贝卡弃暗同名 放弃上帝 转姓甘洛供 其实变化已经悄然发生 只是贝卡没有注意到 乔斯林拿出一个带血的罐子 这是第一个迹象 血的礼物 接着是第二个迹象 附在头发上的灵魂之礼 第三个迹象是 田野里燃起的大火之礼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迹象 午夜的太阳将从大黑骨仓升起 信徒们就会看到甘洛供的荣耀 贝卡没有相信 觉得乔斯林是因为伤心过度 才会胡言乱语起来 此时 丈夫打来电话通知他 警察跟丢了 那时 贝卡急忙起身告辞 但在离开前 他来到托马斯墓前 墓碑后面刻着三角形标志 上面还放着特殊的装饰 这个装饰 他在乔斯林家里见过 贝卡想到了那棵大树 便连夜赶了过去 突然听见有人在大喊 我没有带走你的女儿 贝卡顺着声音寻找 看到一个狼狈的身影在逃窜 他紧跟在那人身后 却还是跟丢了 可眼前出现一盏随风摇摆的灯火 大黑骨仓就立在白雾中 就一眨眼的功夫 便消失不见 贝卡见状 连忙离开这里 很快 庆典的最后一天到来了 也是女儿消失的第四天 贝卡夫妇穷尽了一切手段 却还是找不到格雷斯 因此贝卡处于精神濒临崩溃的边缘 丈夫还在喋喋不休 这加剧了他心中的烦躁 贝卡一拳打断丈夫的牢骚 他突然想到 女儿的朋友布莱尼 或许知道些什么 于是匆匆赶到学校 试图寻找线索 贝卡询问布莱尼 奈丸所说的他现在不在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可布莱尼的态度急转直下 非常不耐烦地赶他离开 孩子们也跟着起哄 女孩眼睛瞬间变清澈了 贝卡掏出女儿留下的小手工 继续追问布莱尼 他回答说 是自然会俱乐部 放学后 有人会在密室内 教他们一些东西 然后拿出钥匙 打开隐藏的小门 狭小房间内 挂满了诡异莫测的画作 其中竟有乔斯林的照片 布莱尼还透露 每年的礼物都由乔斯林亲自挑选 壁画则展示了仪式过程 布莱尼解释说 甘洛贡承诺村民奉上礼物 他便会让作物丰收 而甘洛贡在所有孩子中 选中了格雷斯 他就是最好的礼物 而选择格雷斯 是因为他会将妈妈贝卡 带到甘洛贡面前 此时 格雷斯就在黑骨仓中 直到今晚庆祝活动结束 格雷斯将随着黑骨仓一同消失 话音刚落 布莱尼父亲乔治就找到这里 对方因那一巴掌而愤怒不已 他紧紧掐住贝卡的脖子 贝卡努力解释 孩子们已经被邪教荼毒 他们需要赶快报警 男人文言立刻松开贝卡 还主动转移话题 谈论其首页的事情 贝卡察觉到不对劲 他总感觉 大家似乎在拖延时间 贝卡急忙跑回家中寻找丈夫 无意中发现被摘下的图画 竟与自然会俱乐部有关 原来警方当时赖在他们家中 是为了销毁 所有与庆典有关的证据 贝卡如梦初醒 意识到小镇上所有人 都是甘洛贡的信徒 他们联手误导夫妻俩 只为拖延时间完成仪式 可丈夫对此根本不相信 贝卡只能依靠自己 他来到教堂祷告 希望上帝能为他指明方向 格雷斯的声音再次响起 田野上已燃起三团篝火 距离仪式的结束 仅剩最后一晚 贝卡不再迟疑 他来到今晚的守夜现场 所有村民齐聚一堂 乔斯林也盛装出席 这诡异场景 让贝卡头皮发麻 他大声质问女儿的下落 乔斯林给出回答 甘洛贡已经给格雷斯建造了家 如果贝卡把自己交给他 就会和女儿重逢 就在这时 丈夫也赶到现场 他之前从电话那头得知 警察将女儿的失踪结案了 他终于察觉到不对劲 这才匆匆赶来 见他们还在演唱 丈夫一拳打向乔斯林 男人被打得口吐鲜血 可并未还手 而是赶走两人 然后带领大家继续唱歌 贝卡和丈夫回到家中 马上就有人烧掉了他们的汽车 正当他们准备灭火时 那时突然出现 他告诉贝卡 格雷斯被囚禁在黑骨仓 想要进入黑骨仓 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贝卡献出自己 然而没等他们说完 丈夫就被人打倒在地 面具人蜂拥而上 搜寻着贝卡的下落 关键时刻 那时挺身而出 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 但他尚未跑远 就被赶来的信徒抓住 他们将那时按在地上 贝卡只能看着 那时被处死 锋利的镰刀刺入脖子 一切归于寂静 而手持镰刀的人 正是身着国王庄的乔斯林 贝卡受不了这刺激 他晕死了过去 当贝卡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关在密室内 乔斯林告诉他 他之所以被选中 就是因为贝卡的信仰 当初教会派人来到村庄 抓走了无序之君布朗 用燃烧的利青为其加冕 却大言不惭地称之为净化 之后建立了教堂 时刻提醒村民们 丹洛贡地位 永远屈居于上帝之下 然而 丹洛贡从未抛弃这片土地 在布朗被烧死时 出现了一轮黑日 这样信徒们坚信 黑暗与光明已经颠倒位置 他们要让基督徒 感到恐惧和愤怒 在热烈的欢呼声中 丈夫被暗倒在地 乔斯林给他套上 一只浸满汽油的麻袋 火焰一触即发 贝卡心急如焚 可他无法阻止那肆虐的火焰 丈夫撕心裂肺的惨叫 被歌声所淹没 贝卡只能绝望地看着他倒下 原本应该献祭的是他 但丈夫却选择牺牲自己 使贝卡成为信徒 之后 众人来到田野上 贝卡凝视着跳跃的篝火 哼起了同样的歌谣 一轮黑日缓缓升起 仪式即将完成 贝卡遵从甘落供的旨意 踏上前往谷仓的道路 他独自一忍 穿越那片森林 终于来到谷仓面前 大门缓缓为他打开 贝卡在黑暗中前行 直至一抹光线映入眼帘 女儿格雷斯 正坐在由藤曼形成的王座上 贝卡试图将女儿带离 但格雷斯告诉母亲 他不让我们走 话音刚落 周围便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 贝卡不断向上帝祈祷 嘶吼声却越来越近 他慢慢地转过头 将女儿护在身后 甘落供缓缓低下头来 此时贝卡面临着抉择 是选择忠于信仰 还是为了女儿 向甘落供屈服 短暂犹豫后 贝卡便跪倒在地 献上头发 甘落供接受了贝卡的臣服 并选择他 成为新一任无序之君 贝卡做到了乔斯林 未曾做到的事 他成功带回了女儿 这也证明 甘落供认可了贝卡 于是虚假的无序之君 被村民们拖向了火堆 他们在黑日的照耀下 吟诵着那句咒语 一切看似如常 但有些事情 已经无法回到从前 风波过去后 贝卡依旧在教堂中传教 可他变浓的妆容 暗示着 有什么东西已经发生改变 影片也到此结束 本篇讲述了两种宗教信仰间的激烈冲突 女主贝卡 原本是位虔诚的基督教徒 却因命运的无常 遭遇了一连串打击 丈夫惨遭杀害 女儿被甘落供囚禁 在绝望中 贝卡不得不屈服 在此之前 她始终向上帝祈求救赎 却只得到冷漠的回应 可邪神甘落供 降临在贝卡面前 向她展示了另一种力量 还赋予她至高无上的权利 但这样的权利 并非没有代价 上一任无序之君乔斯林 在新王诞生后 便迎来残酷的结局 若未来再出现一个 更能满足甘落供的候选人 贝卡的命运又将如何 如果各位观众老爷们 面临这样的选择 会选择哪一方呢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你们的点赞评论和关注 是对我们最好的鼓励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